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那以后我们每周都可以上美术课了 小花非常美 是紫色的小花朵是不是 是有大一点的叶子 有小一点的叶子 因为农村非常缺少美术老师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术专业 毕业的科班生加入进来 我接触到的孩子 他们上美术课是非常开心的 他们会围着你转 你刚一进门 他们会出来抱着你 迎接你进去上美术课 我们学校现在幼儿园家小学部有100多名孩子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接受更加全面的聚会教育 所以我就开始自学钢琴 孩子们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父母几乎都是外出入工 因为在农村很多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到钢琴 那我孩子们看到我在弹钢琴 他们也非常的感兴趣 也很开心地跟我一起加入到学习钢琴的队伍当中 双湖县平均海拔有5000米以上 是全国海拔最高的一个县 地处偏远 环境特别恶劣 所有人如果看到这种困难都离开了 那么艰苦地区的孩子们 他们的教育怎么办 那么他们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最主要就因为这一点 11年来我选择继续留在芳琴的教育 我希望继续待在双湖见证双湖教育的发展 我希望继续待在双湖见证双湖教育的发展 我为了试者更需要的是守护孩子们 入心跟孩子们的交流 在这孩子的角度 给他们信心 给他们鼓务 我觉得对我们这样的地方 教育才是很平的根本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老师 加入我们的队伍 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我来说是挺神圣的一个职业 我觉得不会忘记这边土地 不会忘记这个学校 还有这边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